呦 姐姐 姐姐 你出来玩得放开啊 你这人啊 你别碰我 这领子也要开一点了 裙子也要我上提一提啊 你干什么呀你 这得好看吧 留下点 快打电话叫人 好 好久没真练了 骨头都硬了 刚刚谢谢你啊 你可千万别误会 是个女的我都会去救我的 我刚刚看你手受伤了 这人随身带的 自从做你助理之后啊 我连包都不敢用小的 就怕你随时需要 生活用品都带着呢 手挡过来 慢点 慢点 等下 一天的雨没有下 刚刚好像回到十八岁 一帮同学在打架 你想多了吧 阿姨 我们还差着辈分呢 还同学 你也太夸张了吧 谁是你阿姨 最多是姐姐 在人生的分岔 总有你牵挂 和你等开很慢的话 这种心情大概是爱吧 在镜头里不经意都在变化 我们之间却丝毫不差 想问你下一次老地方再见吗 如果那一天的雨没有下 如果那一天的你没留下 知道我总是喜欢待在你身旁 大概是爱吧 老板 文静 你迟到两分二十六秒 去试衣服吧 您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试衣服 对啊 我 如果不是缘分刚好的特殊关照 我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太煎熬 想起你就只会傻笑 把不出恋爱讯号 我的幽默也刚好不促成烂草 你从来不会觉得无聊 解不掉 陈总 我试完了 全部都要了 送到我的公司 好的 老板 又送给谁的 谁是就送给谁 给 给我的 拿到代理奖励你的 老板 陈总 陈总 要不然换成现金吧 我 我穿没有这么多衣服 陈总 我的私人助理 不能穿得像中介大妈一样 哪顺丑就得了 你就在车上等我吧 哦 你跟着我干吗 哎 我看病人啊 哦 一样 你下手注意点 嗯 好 白叔叔 来了 来了来了 啊 你们俩还背着我见了 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不自在啊 寻寻光明正大地来看我 怎么成了背着你见面了呢 寻寻 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成立啊 寻寻是个好孩子 人品好 利用完之后 还知道回来看看我 叔叔您怎么说话呢 我可是真心诚意来看你的 不是一个人 你俩还没用 你看我还给您熬了鸡汤 嘿 我家的鸡 我家的汤吧 哎 哎 要吵架一边吵去 我一个危重病人 闹心 那个巡逝 去开车吧 我下午还会 哦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怎么一股鸡毛味儿啊 去公司吗 不 去工厂 文叔叔照顾你多久啊 一年 你们不是挺熟的吗 还问我 也没有 我就是上次来看他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 他平时没有什么亲人来的 总是他一个人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你别介意啊 挺好的 他应该挺喜欢你这种 轻松闹腾的样子 文叔叔说 他也挺喜欢你这样的 很符合你的年纪 我就是为他开心 才配合你 我觉得 他很像你的亲人 令徐徐 你话越来越多了 你是我助理不是我朋友 明白吗 我都说了 好歹我是你姐姐班的嘛 你给个面子嘛 你应该是你 你就在车里等我吧 好 老闆在工厂呢 这个应数的会要延后了 老闆已经让林总监负责 会已经开始了 放心吧 林总监 去工厂 又去工厂 闭嘴 喝酒 拜拜 拜拜 喂 陈总 陈总 这儿 陈总 你 你怎么了 那我扶你起来 慢点 慢点 我扶你 你 你 那我 还 巧 我 那我 你 音噶 我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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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以后注意点 哦 对 诚总 你是怕黑吗 你手真粗糙 一看就是干活干多了 还不是被你折磨的 干嘛转移话题 周围一黑我就会这样 对不起啊 我 我不知道 还体质不同嘛 也不丢人的 你好丑啊 闭嘴 哎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